第二个软件是万兴出的一个视频转码软件 它这个软件功能还比较强大 我们可以看到有视频转换 还有下载视频 就是你把链接放到这里边 它会帮你下载 还有视频压缩 视频剪辑 合并 还有录屏 这个DVD客录可能现在都没人用了 其他的一些这种东西 这种的都是收费的 我们还是看这个视频转换 它这个你可以选择文件夹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会这么做 直接拖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 它这个拖进来以后 这边是原始的格式 然后这个箭头会告诉我们 你想把它转成什么样的格式 然后我们在这里可以设置 比如说我选择MP4 然后这里分辨率 我选择与原文件相同 就是说原文件是2598x1080 那么我们转成MP4以后 还是2598x1080 如果你想改变它的这个分辨率的话 下面也有一些其他的选项 然后可以转成MOV MKV M4V 还有H265的MP4 H265的MKV 很多很多的格式都可以选择 它后边的功能 这个剪切和刚才的置换3的功能是一样的 这里是可以加一些特效 比如调一调亮度 我们可以看饱和度 对比度 还可以加一些滤镜 其实没啥用 就是软件给你带着这些功能 好玩吧 然后这个音频呢 它也会有音频的视频 它会自动帮你把音频也转换成 一个你要的格式 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还可以加水印 比如说输入这个文字水印 好我们可以看水印 可以加在这 找一个清晰点的画面 你可以调它的透明度 我们可以看 现在就加了一个水印在上面 你可以直接输出的时候就带水印了 好我们看这个 它另一个功能视频压缩 视频压缩 我们拿MOV的来试一下 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是2.2GB的 然后它压缩完了以后呢 会给你一个大概的范围 就是700多兆到1.6G 我们也可以选择 它推荐的这个范围呢 是对画质没有太大影响的 如果你调的很低的话 那么画质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这就是第二款软件